黄马接受油文报价 黄马接受油文报价怎么回事西班牙媒体透露,黄马已经接受油文对C罗开出的报价,但葡萄牙人尚未最终决定是否与斑马军团签约,葡萄牙止步俄罗斯世界杯没几天,当家球星C罗的去向,立即成为焦点。 7月3日,马卡报等媒体报道称,一甲冠军油文图斯向皇家马德里开出1.2亿欧元的转会费,并且愿意给C罗送出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,年薪介乎于3000万至4000万欧元,这几乎是葡萄牙巨星在皇马薪水的两倍。 随后,西班牙电视台记者何赛普佩德罗尔透露,皇家马德里已经接受邮文图斯对C罗开出的报价,但C罗尚未最终决定是否与斑马军团签约,葡萄牙人认为未来几天还会得到更多的报价。 早在今年5月,欧冠决赛之后,C罗公开透露离开皇马的意向,葡萄牙球星当时表示,他将在近期决定自己的未来,在此之前,C罗与皇马应续约合同价格的问题,而产生隔阂。 马卡报报道称,皇马俱乐部高层对C罗的表现无动于衷,只愿意为他加薪到2500万欧元。C罗若想要拿到750万欧元的全额奖金,必须要帮助皇马加免三冠王。 C罗本人得要包兰西甲金靴、菲特先生和金球奖。 在葡萄牙人看来,皇马的报价没能体现出对其价值的认可。 目前,C罗的年薪是2360万欧元,相较之下,梅西的年薪是4000万欧元。 上赛季,C罗为皇马打入44个进球,欧冠攻入15球,帮助球队完成三连冠。 去年夏天,皇马登顶欧冠时,弗洛伦蒂诺承诺为其加薪续约。 不过,如今在俱乐部看来,为33岁的C罗送出大合同会有风险。 此前,双方在2016年签下的合同,2021年到期,今年6月,伯纳乌方面曾明确表示,他们不愿意交易C罗,除非有俱乐部愿意支付10亿欧元的违约金条款。 C罗在与皇马谈判中处于劣势,此前的世界杯小组在西普大战,C罗上演帽子戏法后,伯纳乌高层依然坚持强硬立场,除非有球队愿意支付为约金,否则他只能留在皇马,接受新合同提案。 条件邮据了不说了算,但从最新报道来看,皇马方面似乎已经动摇。 西班牙媒体声称,C罗离开皇马的转汇费用,或许降至1.5亿欧元左右,而邮文已经提出1.2亿欧元的竞价。 实际上,欧冠决赛前后,邮文曾一度被曝对C罗有意。 上赛季,邮文图斯拿下国内双冠,并实现一甲歇连冠尾业,在意大利足坛的统治地位不可撼动。 但在欧冠赛场,邮文遗憾被黄马淘汰,赛季结束后,球队开始换血。 宫须门将不逢离开,搬马军团买断巴西国脚到格拉斯科斯塔,随后又签下意大利国门佩林和葡萄牙国脚坎塞洛。 或许,在邮文看来,C罗是他们实现欧冠梦的最新人选。 如果C罗最终加盟邮文图斯,并签署一份四年合同,那么,葡萄牙人的职业生涯将至少延续至2022年6月30日。